回到新闻现场要来看到这位台水公司的董事长魏明鼓成为网红了吗 他前往嘉义的增文水库视察化身旅游达人 教大家钓鱼喂山猪 三分钟影片吸引十万人次点阅 一次甩干一口气就有三条鱼上钩 眼前这位钓鱼达人正是前彰化县长 目前台湾四海水公司董事长魏明鼓 教民众钓鱼还有卫山猪 游山玩水船屋内品尝美味的风味餐 魏明鼓说过去他担任县长时没时间 如今借着到各地视察的机会才发现 台湾好山好水 而嘉义县大浦乡人口不到五千人 但乡内不仅有文明的增文水库 还有许多景点 尤其还能近距离欣赏到满天的烙鹰飞翔 不仅可以自己娱乐自己 也可以跟大家互相来娱乐 也可以接近大众 又可以行向我们的自来水 花生节目主持人至于鱼人 短短三分钟的影片吸引超过十万人观看 借由前县长的魅力成功为嘉义县大浦乡做了宣传 彰化乡亲也希望魏县长也能帮彰化宣传 带动彰化商机 接待人貌张浩报道